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云上数据库架构设计及解决方案 我会从以下几个部分做一个分享 首先会和大家讨论一下云数据库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让大家能够意识到为什么需要使用云数据库 第二部分的话会全面的介绍一下目前云数据库有的一些产品及其相关的一些特性 第三部分会结合各个云数据库适用的一些场景及不同的架构 做一个选型方面的一个讨论 第四部分的话会结合一些实际的业务需求 比如容灾扩展性方面的一些需求 做一个整体架构的一个设计 第五部分的话会提供一些整体的数据库综合解决方案 供大家在后续的一些数据库的选型跟架构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参考 最后一部分 我们会简单的列几个目前云数据库用户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使用案例 让大家更清晰的认识到 这些客户用了云数据库的哪一些特点 用这些云数据库到底解决了客户的哪些业务问题 首先让我们开始第一部分的一个介绍 第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一下云数据库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它的一些业务价值到底在哪 我用了云数据库的话 我到底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那到底云数据库到底有哪一些优势呢 首先从可用性跟可靠性来说 云数据库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在可用性方面的话 阿里云的数据库给用户承诺的标准是99.95% 在数据可靠性的话 是能够达到99.999%的一个标准 而不再需要客户去自行的搭建一套整个的高可用体系 在备份和恢复方面 云数据库已经实现了自动备份 全量及增量的一个备份 能够根据客户的实际业务需求 去实现基于时间点的一个恢复 也能够定期的做一个恢复演练的一个动作 而不再需要整套去搭建自己的一个应为管理体系 在监控方面 云数据库已经实现了用统一的平台 实现资源跟引擎方面的监控 客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业务策略 进行监控的一个配置 在数据安全性方面 云数据库已经具备了IP白名单 VPC网络 防抵DOS攻击 设客防火墙 数据加密等一系列的数据安全防护机制 去更好的保证客户业务数据的一个安全 而如果要自己去部署整套安全防护体系的话 综合成本是会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还要定期的去修复数据库的一些漏洞 整体维护成本也会非常高 在弹性方面的话 已经不再需要去采购硬件 机房上架 网络配置等一系列传统的扩容措施了 而是能够快速而且灵活的 随时的做一个扩容 能够支持 只读实力的快速增加 快速的扩容实力 去满足业务的发展需要 在维护成本上来说 客户也不再需要聘请众多的DBA 去做一个全职的数据库的管理运维的工作 而阿里云数据库的话 是会给客户提供一个托管运维的服务 能够帮助客户快速的解决故障 及做性能优化 到底云数据库有哪些方面的服务能力呢 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上来看这个事情 第一方面就可靠性 阿里云开源体系的所有数据库 都是经过内核的深度优化的 产品稳定性会比普通的社区版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而结合同层异地栽培 以及备份恢复的机制的话 很好的保证了数据的一个可靠性 在性能方面 为了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一些性能需求 阿里云数据库设置了形态丰富的数据库产品 也提供了智能的一些性能诊断 及优化的一个工具 利用云上数据库的一个灵活的弹性 能满足客户不同业务下 场景下的一个性能需求 在数据安全方面 通过VPC网络 白名单 防敌多数攻击 数据加密等一系列安全防护机制 来更好的保证整个业务数据的一个安全 从而保证客户的核心资产 及数据是安全 在异用性方面 日常运为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那阿里云的数据库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一些优势呢 首先综合性价比非常高 因为它不仅解决了数据的一个可用性 也节省了客户DBA的日常管理的一个运为成本 使得客户能够把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到业务架构中 用数据去更好的支撑客户业务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在扩容方面 也不再需要传统机房那些繁琐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操作了 而是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些业务的发展的一些需求 做到按需的扩容 从综合成本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在专家运为方面 阿里云数据库团队集合了各个数据库领域的顶尖专家 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一个数据库管理运为的服务 快速的解决客户日常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性能问题 以及数据库故障 在全链路打通方面 阿里云数据库已经跟大数据平台 OSX存储做了一个全链路的打通 能够全面的支撑客户的整体业务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总而言之 阿里云数据库是能够很好的解放客户的一个DBA 让客户的DBA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投入到企业的业务发展之上 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部分的话 主要是介绍阿里云数据库目前现有的一个产品 以及这类产品的各自的一些特性 主要包括各类的数据库 比如说知识的一个版本 还有产品形态 以及适用的一些场景 这样便于各位后续在实际的数据库架构中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选型 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大图 这张大图主要是说阿里云数据库相关的产品的话 一些输出形态 以及各类业务场景下 使用的一些数据库的一些产品的类型 并在这个产品的基础之上 到底阿里云是做了哪些配套的服务跟工具的 比如在OITP场景下 目前阿里云数据库有MySQL MarioDB PG SQL Server 几类的一些数据库 而在分析类的一些场景下的话 阿里云数据库目前也有 G1 Green Park开发的 HybridDB for PG的一个数据库 在NoSQL领域 像MangoDB Redis HBase Memory Cache 这几类主流的NoSQL的引擎的话 在阿里云上已经有配套的数据库产品进行输出的 除此之外 阿里云还自演了一些数据库相关的产品 例如HybridDB for MySQL 以及PoloDB 这所有的产品支持的一些版本 以及适用的一些场景的话 后面会有重点介绍 然后我们再看上一层 在这些数据库之上 到底阿里云还提供了哪些功能跟配套的工具呢 其实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常规运维的方面 例如高可用管理 备份恢复 日资监控这些配套的功能 在阿里云数据库的公司台上都已经实现了 在数据管理方面 除了数据同步 数据订阅 还提供了一系列的开发支持 对变更管理 配套的一些服务 为了保证数据安全方面 对于在网络安全上 社会审计上 操作审计上 也有配套的工具进行一个支持 为了更好的帮助客户用好数据库的话 还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优化的一些东西 例如数据库参数的管理 负载的一个评估 以及架构的一些选行跟建议 社会性能的一个智能准断跟优化之类的 也就是 这就不难看出 阿里云数据库除了在数据库引擎层面上 覆盖的比较全面的话 在日常管理数据库的方方面面的话 也提供了非常好的全套的一个服务 那在各类的阿里云数据库引擎方面 到底支撑了一些具体的版本 跟产品的一些形态呢 例如在MySQL领域 目前支持的版本有5.6、5.7 然后产品形态有适合那种开发测试环境的单机版 也有可用性更高的一些高可用版 还有特别适合金融行业 您数据丢失场景的金融版 目前在特性上 除了性能跟稳定上优于开源版的话 也简化了日常DBA的管理的一些运维的工作 而在SERCOSO方面的话 目前支持的版本有08版、12版、16版 产品形态有成本非常低廉的外部版 也有标准版、还有企业版 这些产品都除了能够解决客户 使用SERCOSO的一个版权许可的问题的话 对于数据的可用性、数据安全 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 也简化了日常的一些管理运维的工作 而对于缓存锐的Redis数据库的话 目前主要支持的版本有2.8和4.0 为了支撑不同业务场景下的一个Redis 使用的一个需求 Redis目前有5类的产品形态 例如单副本的标准版、双副本的标准版 单副本的集群版、双副本的集群版 以及读写分离版 在开源的Redis基础之上 阿里人的团队做了很多定时化功能的开发 例如Redis集群的双活 自动的读写分离 以及支持热升级 在MongoDB数据库上 目前支持的版本有3.2、3.4 产品形态包括单节点、副本集、集群版 相对于开源的MongoDB 阿里人的MongoDB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例如同步的一些性能 短连接的一些优化的一些性能 都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提升 而在备份上面 开源的MongoDB使用的是逻辑备份 阿里人的MongoDB采用的是一个物理备份 它备份的效率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一般是3到5倍的一个备份效率的一个提升 而在HBase这个产品上 目前阿里人HBase支持的版本有 1.1、2.0 产品形态包括单节点、集群版、同层酸活 除了在稳定性和性能方面 会优于开源版基础时代 还做了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冷漏数据的一些分离 以及Spark、Sora方面的一些支持 便于打造一个全生态的HBase的一个使用 而在其他类型的一些数据库方面 阿里人相关的产品也有对应的一些版本 跟产品的一些形态 例如在PG方面 目前支持的版本主要有9.4、10.0 它能够很好的帮助客户实现一个异体栽培 而为了从整体上控制成本的话 现在也支持通过OSSFDW的插件 把数据转储到OSS存储上去 而为了解决传统客户 以前使用Oracle场景上云的一些需求 阿里云还有一个数据库叫PPS版 PPS版是一个高度兼容Oracle数据库的一个数据库版本 它能够有丰富的一个驱动接口 它能够很方便的很高效的帮助客户 将传统的Oracle数据库迁移到云数据库上 在此基础之上 除了在使用了一些开源的数据库引擎之外 阿里云还自研了一个数据库PoloDB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兼容Oracle5.6的一个关系型数据库 它主要的几个特点是 第一个它是计算跟存储分离的 然后多个计算实例是共用一份分布式存储的 它弹性方面会更加灵活 首先它存储层面是自动扩展的 然后计算节点的话 是能够动态的去做一些资源的升配以及降配 而且在支撑存储容量方面 它会比传统的MySQL支撑的数据量会更大 它最大能支持到数据10T 甚至300T的一个数据容量 在读写分离方面 由于它是使用在线的日资进行一个同步 而且不同的计算实例之间 其实共享的是一份分布式的数据 所以它读写分离的延迟会非常低 而为了应对业务数据越来越大 阿里云数据库目前还有两个分布式架构的一个数据库 第一个就是HybridDB for PG 它是一个高度兼容GreenPod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库 它能够在大数据量高容量的 前提下提供一个高性能的一个服务 而HybridDB for MySQL的话 它是MySQL体系下一个支持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库 能够很好的用于这些报表分析 实时的高并发的一个高性能的一些查询 它目前有两种产品形态 它是一个航存跟猎存的一个产品形态 它中额成本会非常低 社口兼容度也相当相对来说会非常好 可能刚才讲完之后大家就有点茫然了 这么多的数据库产品 我应该去准备要选择呢 我到底在我的业务场景下 应该用哪一种数据库产品是非常合适的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概一个应用场景选型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图 例如在传统的那些事物性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数据业务场景下 例如在线交易内的那些场景 目前能够选择的数据库类型 包括MySQL, Circle Server, PG, PPS, PoloDB 那这些这些上有什么区分的呢 例如如果我们前期使用的都是MySQL体系下的话 我们在云上就可以选择MySQL 跟Polodb这两类的数据库产品 而如果是传统的那些厂商做的一些软件 它可能前期使用的是Sircle Server的数据库 在云上也有丰富的Sircle Server的数据库来支撑我们的业务 它也包括各类的数据库的一个版本 而如果我们是想把传统的Oracle数据库迁移上云 从而省掉Oracle许可的一个license的问题的话 我们是可以选择PPS之类的一些数据库 而为了提升一些实时的在新业务的性能 更好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的话 还会有一些场景会有一些缓存数据库的一些需求 例如像游戏电商直播这种实行要求非常高的一些场景下 当然理论上数据库也会有对应的产品进行一个支撑 例如Redis Memory Cache这类的缓存数据库的话 也是可以供大家在设计架构的过程中进行选择了 而考虑到游戏物流像电商物联网这种一些特殊场景的一些 一些实际的一些需求 目前也有MongoDB这类的文档数据库进行一个很好的支撑 这类数据库使用的好处就是说 平凡的如果你在对表结构进行一些修改的话 对于能够使用架构比较灵活的Mongo数据库是非常好的 而随着业务数据发展越来越快 整体数据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客户也一定会需要做一些数据仓库 报表分析的一些场景 针对于这些场景 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ORAP的这些场景的话 目前阿灵数据库上也是有两款对应的产品去支持的 例如HybridDB for MySQL 还有就是HybridDB for PG 如果我们前期都是使用MySQL数据库去做传统的那种在线交易类的一个场景 而又要使用一种更高容量更高性能的一个架构去支撑 做一些分析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HybridDB for MySQL 而对于那种超大数据量 并发性能要求又非常高 例如那种风控的物联网车联网之类的话 其实目前阿灵上也有一款非常适合的一个数据库产品 那个就是HBase数据库 针对于这不同的一些数据库的话 阿灵也是有配套的工具 去将这些数据库更好的做一个数据的打通 从而为客户提供一个一整套的数据库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服务 这主要涉及到的几款工具就是 比如说用一易购数据库数据传输的一个叫DTS的工具 它支持绝大部分易购数据库之间的一个数据同步 然后让更多不同类型的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流通 而且为了整体扩大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容量 有些数据库产品例如HybridDB 4PG以及EGX Base之类的产品的话 是会给OSS进行一个打通 也就是说可以根据业务的一些需求 把更多的数据转输到OSS上去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打通之后 其实可以通过一个叫QuickBI的工具 为客户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报表的一些服务 刚才第二部分已经介绍了目前阿里人数据库有的一些产品 以及各个产品相关的一些特性 简单描述了一下各类数据库产品的适用的一些场景 那到底我在具体的某一些业务场景下 应该选择什么样产品形态的 什么样数据库的话 是我们第三部分要重点讨论的一个内容 第三部分我们主要会针对于各类主流的一些数据库产品的话 我们就会去分析一下各类的一些各种的一些产品形态 到底是在哪些业务场景下能够得到更好的使用的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MySQL数据库 应用场景及选行方面的一些内容 首先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MySQL数据库 因为它是绝大部分业务都能够使用的 一个ORTP场景下的一个关系性数据库 例如像非常像网站日志系统 迁入式系统这些大家恶熟人详的这些应用系统的话 很多都使用了MySQL数据库 而在阿里人的MySQL数据库之上 目前支持的架构有单机版的MySQL 高可用版的MySQL 还有金融版的MySQL 由于高单机版的MySQL的话 在可用性上是不一定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的 所以建议在开发设置环境下使用单机版的一个MySQL 而对于那些数据可用性要求非常高 然后数据安全要求非常高的一些生产环境的场景的话 我们都建议客户在阿里人上直接使用高可用版的一个MySQL 它的架构是一组一倍 然后可以部署在不同的机房 做一个机房层面的一个容栽 也可以通过一些止读实力 添加止读实力的方式来实现一个读写分离的一个功能 而对于那种金融行业核心的数据一致性要求极高的那些应用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用金融版的一个MySQL 它真正做到了数据复制的强一致性 在任何故障场景下都能够保证数据不发生丢失 然后在架构选行方面 目前的话MySQL数据库有三种 有一种成本比较低廉的一个通用型的 它这种适合的话是价格比较敏感 性能稳定性要求又不是那么高的一些业务场景 因为它的CPU跟存储是有一定的复用的 也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下 可能别的数据库实力把系统资源消耗的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一些数据库实力的一些性能的稳定性 然后如果为了更好的去保证一个业务性能稳定性的话 我们建议采用的是一个独享型的一个MySQL数据库 它是完全独享一份CPU内存跟存储资源的 也就是不会跟其他实力之间发生一个资源的一个增强 而对于那些性能容量要求特别高 性能稳定性要求特别大的话 或者有一定的监管要求的一些应用场景的话 也可以选择独占物理机的独占型的MySQL数据库 而SQL数据库刚才前面也提到了 目前SQL数据库支持的有产品形态 有外部版标准版企业版 从一个架构层面上来说 主要是分成单机基础版跟双机高可用版 单机基础版的话 目前是运行在单个的ECS之上的 在数据保护层面的话 是有三份的一个拷贝的 如果发生ECS层面的一些故障的话 数据库的实力是会飘移到另外一台ECS上进行提供的 总体可能故障恢复的时间会需要30分钟左右 所以像这种单机版的SQL的话 是建议在可用性要求不是那么高的场景下 一些场景下使用 而对于那些可用性要求非常高的 又需要故障能够快速恢复 业务连续性有一个很好的保证的一些业务场景的话 建议采用的一个还是一个双机高可用版的一个数据库 它除了做了一个组备实力的容灾的话 它数据云盘也是做一个三份的一个拷贝 发生任何故障的话 一般都能够在90秒以内完成一个切换 而在实力方面是选择共享性实力 还是独享性实力的话 这个其实跟MySQL类似的 就是取决于对价格跟性能稳定性的一个需求 如果我们对价格又比较敏感 性能稳定性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 也可以选择一个共享性的一个实力 目前云上的2008和2012企业单机版 目前是这种共享性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架构 而对于那种性能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 我们还是建议使用2012级以上的一个版本 因为它使用的是一个独占型的一个实力 它CPU跟内存以及存储资源是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隔离 从而去保证我们的业务稳定性 前面提到了PoloDB是阿里云资源的一个 高度兼容MySQL的一个数据库 它能够适合于哪些业务场景呢 第一个就是它适用于前期使用 MySQL体系的所有业务场景 它能够解决掉高并发高性能的一些问题 首先它存储容量是会比传统的MySQL大的 它最大能支持数据实体的一个存储容量 而且由于它一个全新的一个数据库架构的话 它是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弹性 而且能够支持更高的一个并发 提供更好的一个性能 就从初步的测试数据来看的话 PoloDB的整体性能能比传统的MySQL高5到6倍左右 这是为什么会高这么 这是为什么性能会有如此高的提升呢 首先你从咱们从右图上的架构就能看出来 第一个就是它所有的计算实力 都是通过高速的RDMA协议器反观底层的一部分分布是存储的 所以它的IO吞吞吞能力会非常强 而且在锁机制跟数据同步的一些方面的话 阿里的团队是在内核方面做了一个深度的优化 以及一些特性的一些添加的 使得整个PoloDB的处理能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也就是说如果前期用MySQL的这些数据库 由于性能容量出现一些瓶颈的话 是可以很平滑的切换到PoloDB上进行使用的 而HybridDB forMySQL这类的数据库 到底在哪些业务场景上能够使用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当MySQL里面可能某一张表特别特别大了之后 在单个的MySQL实力里面处理起来 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一些性能问题 以及就是一些大量的一些数据要做一些归档 做一些历史报表的一些分析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用HybridDB forMySQL这个数据库的 它是会基于一个分区件 将数据打散在不同的节点里面 然后通过扩展节点去提升整个集群的一个数据存储的能力 跟处理的一个能力 而HybridDB forPG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用开源版的GreenPath 研发出来的一个支持非事物的场景 然后比较适合企业及数据仓库场景 以及地理信息场景的一个类型的一个数据库 在第二部分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了Redis的话各种各种丰富的一些产品形态 那这不同的产品形态它到底适合哪些业务场景 以及它支撑的QPS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从下面这个表我们是能看出来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可用性要求不是特别高 QPS的要求可能也就几千到几万 然后Redis协议金融性要求也非常高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用一个标准版的单副本的一个Redis 去支撑我们的业务 而对于那些就数据可用性又要求比较高 但是QPS以及协议的兼容性也有一定的要求的话 是可以采用标准版的一个双副本的一个架构 另外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业务场景的数据量非常大 可能标准版的不管是单副本还是双副本支撑起来都是有一些瓶颈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考虑用一个集群版的Redis 去提升整个数据库的处理能力跟存储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像那些数据量特别大 存款之类的一些业务 对协议又不是那些非常敏感的一些数据库的话 我们是可以用集群版的Redis去支撑业务 它能够达到的QPS都是10万以及更高级别的 然后还有一些业务场景的话 其实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热点key的一些问题的话 还有就是可能读写的读写都非常频繁的一些业务场景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使用一个读写分离版的一个Redis集群 去做一个架构的一个选型 它前端会有一个Proxy服务器来自动的做一个数据库的一个读写的分离 MongoDB这类的数据库的话 目前比较适合的业务类型就是包括比如说像游戏行业 物联网行业内容管理的这个行业 目前在阿里云上MongoDB这类的数据库目前也有三个产品形态 一个就是单节点的 一个是多节点的 一个是集群版的 这三类不同的架构的区别 就是首先它单节点的话 就是数据可用性的保证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一些非核心的那些业务场景的话 我们是可以选择这种单节点的MongoDB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对于那些核心业务场景高可用的需求又特别强烈 但是存储总体存储容量需求不是也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可以选择一个多节点 也就是一个三节点的一个Mongo Mongo去支撑这个业务 而对于那些整体数据量又非常大 然后并发并发要求特别高 性能要求也非常高的那些场景的话 它旅行上目前也有局勤版的MongoDB供大家去做一个选择 HBase作为现在业界非常主流的一个分布式的no circle的数据库的话 它的应用场景其实非常非常的广泛 也就是说在那种数据量比较大 并发比较高 性能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场景 查询也不是那么复杂的那些场景的话 其实都可以使用HBase的数据库 比如像报表类的 实习类的 日资类的 风控类的 以及物联网 测联网等所有的领域目前都会有非常多的HBase的一些使用案例 它和他们这些场景中很好的能够利用掉HBase的海量的一个存储能力 以及高并发高吞吐的一个能力 HBase这个产品目前在阿里云上也有三种产品形态 一种就是单节点 它也是建议在开发测试玩家使用 目前建议的是数据量小于等于100G的时候考虑用单节点 而局勤版的话 它也目前是使用特别特别多的一种产品形态 它适合的就是那种对高可用要求非常高的一些核心的业务 然后总体存储容量的话 小于10P左右 它的延迟非常非常低 然后双活集群版本的话 就是对那种 有一定的那种跨AZ容灾的一个需求的话 是可以选用双活集群版的 然后下面这个表的话 是介绍了一下 比如说现在各个产品形态的HBase 到底支持的持盘类型有哪些 适合的业务场景有哪些 以及它目前可以选的一些规格的列表到底有哪些 目前在阿里云上客户更多的 还是选择一个局勤版的一个HBase 然后这个版本的HBase的话 目前周知的持盘类型也有三种 就第一个高效云盘 还有SSD云盘 SATA持盘 这三种持盘的话 主要是从性能跟成本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像SATA持盘的话 它整体容量会能够比较大 综合成本来说会比较低 但是它的性能方面的话 会比高效云盘 以及SSD的盘有一定的差异 SSD的盘 云盘的话这个是性能最好的一种持盘戒指 然后它的总体支撑的容量相对来说会稍微小一些 但是它的QPS的能力能够最高达到百万以上 对于那些实施应要求非常高的一些在线业务的话 是可以考虑使用这种版本 然后双户版本的话是如果比如说客户真的有这种跨可用区的一些高容灾的一些需求的话 双户版本也是可以去实现的 希望通过前面三章的介绍的话 大家对于云数据库的一些产品 以及适用的一些场景 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 也知道我们后续在什么样的业务场景下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架构的一个数据库 第四章我们总重点介绍一下 像容灾以及扩展性的一些业务场景下 怎么样去做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设计 在数据库容灾场景下 其实重点要提的就是一个数据复制的一个场景 目前支持的数据复制的模式有两种 一种就是异部的一个复制 一种就是半同步的一个复制 半同步的复制的话 比一部的复制会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因为它是能够比较好的去保证一个数据的一个完整性跟安全的 而在此基础之上 阿里云的麦瑟口数据库的话 其实是在传统的半同步复制的基础之上 做了一个双通道的一个复制 它对于整个数据的完整性跟安全性有了更好的一个保证 另外一种农灾的场景就是可能有一些业务场景需要我们在做一个两地三中心 甚至一个两地N中心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整体的农灾的一个结构化的一个设计 在这种结构化的一些设计过程中 我们目前主要使用的一些技术手段是 把同一个区域的一个数据库通过DTS数据传输的方式同步到一个异地去 从而做到一个实力级故障的一个农灾 机房故障的一个农灾 以及地域方面的一个农灾 所有的数据同步都是通过高速的光纤网络进行一个同步 能够很好的降低数据传输的一个实验 不管是发生一个单数据库实力的一个故障 甚至机房的故障 以及地域的一个故障的话 都能够快速的实现自动化的切换来保证业务的一个连续性 在装结点服务可用性方面的话 也就是说传统的阿里云数据库的高可用版 是怎么样去保证这个服务的可用性的呢 首先它在我们购买一个数据库实力的时候 是直接在在可用区的话 是可以选择两个可用区的 两个可用区的意思就是 我把一套高可用版的数据库部署在两个不同的一个机房 然后实现一个机房级别的一个农灾 当某一个主实力发生故障的时候 是可以切换到另外的机房的一个被实力上去 自动化的实现一个切换 从而保证一个业务的一个可用性 然后在异地栽培层面的话 异地栽培的实力也是可以通过快速的切换 去继续地继续承载一些业务的 在数据同步的过程中 用户也是可以去观察一个数据同步的一个情况 以及组成之间到底数据同步是否有一定的延迟 并去并通过修改应用的一个配置连接的话 去切换到异地龙灾的那个实力上去 这种整体的一个同步的机制的话 不会增加任何的一个数据复制的一个费用 在总体成本上是非常可控的 而且在控制台上 其实也已经集成了一个切换演练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客户可以根据实际的一些演练的需求的话 是直接在控制台上触发一些组被切换的一些操作 来验证这种高可用的保护的机制 是不是完全可靠的 而为了提升一个整个数据库的一些处理能力的话 云数据库上很好地帮大家实现了一个 自动的一个读写分离的一个功能 是应用不用做任何的改造 就可以直接使用数据库的一些读写分离的功能 而且在数据库层面的话 是可以通过灵活的增加一个止读实力 来提升整个数据库的一个服务能力 目前在控制台上 已经是可以通过点击指标的方式 来直接添加一个止读实力 来实现一个自动的一个读写分离 让业务很多纯读的一些操作 都直接在读写止读实力上进行操作 从而降低主实力的一些使用的一些负载 那这些 那大家肯定就会关心 那这个读写分离的话 到底具体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其实从右边这个架构图我们能看出来 在实现读写分离的时候 我们是加入了一层叫Proxy层去实现这个事情的 这Proxy层将主实力跟止读实力统一 缝装成了一个数据访问的一个接口提供给应用去配置连接 也就是说应用不用去做额外的一些更多的更改 就直接连到Proxy这层的话 就可以实现自动的一个读写分离 而在这层Proxy层的话 还会做一些短连接优化 格外的一些增值服务的一些功能 在读写分离这种场景下 我们还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去配置一些 比如说像组成延迟达到某一个预值之后 我就不启用读写分离的功能了 从而保证我每次通过读到的数据都是比较新的数据 而且Proxy这层的话还会做一个功能 就是实时的一个健康检测 就是如果主实力发生了一些故障的话 Proxy这层还会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些切换 从而提升整个数据库的一个可用性 那如果单个的MySQL由于性能容量无法支撑了之后 那横向扩展应该怎么去做呢 目前能够有一整套的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MySQL可以通过DTS的方式将数据传输到 HappyDB for MySQL这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库上去 然后HappyDB for MySQL会基于我们设置的一个分区键 将一些将不同的数据打散在不同的数据节点上去 然后这整套HappyDB for MySQL的集群 是可以后续通过不停的增加一些节点 去提升整个数据的存储能力和性能容量的 它能够很好的满足在高并发场景下的一些高性能力 一些实际的一些业务需求 那有一些比如说像金融出海啊 或者其他一些游戏出海 当有一些会存在一些数据库双活的一些需求 目前在阿里云数据库上主流的几个数据库产品 像MySQL,Redis,Mongo这些目前已经有成熟的异地栽培 以及双活架构的一些实践的一些技术方案的 你像MySQL数据库的话 MySQL数据库是可以通过DTS将数据同步到异地的一个栽培实力面去 从而做到一个异地栽培 而如果要做双活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目前DTS也是支持MySQL的一个双向同步的 而且它也会在双向同步的基础式上 会做一些数据的一些冲突的检查以及处理 从而通过这种整体的一个机制 去实现一个MySQL数据库的一个双活的一个架构 而Redis数据库的双活的架构的话 目前是阿里云自己内部研发的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它是通过阿里云修改的一个Redis Oplog的一个同步去实现的 也就是说像比如说我的主实力放在华东2 然后我这边所有的应用服务器 都是会往华东2的这个Redis实力面写的 然后通过Oplog的方式是可以同步到一个 华北2的一个数据库实力面去 而以此同时华北2的应用可以往华北2的那个数据库实力里面写数据 华北2的这个数据库实力也同时将数据同步到华东2的一个实力上 从而真正实现数据库的一个双活的一个架构 MangoDB的双活的架构的话 其实跟Redis双活的架构也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 也主要是通过原生的一个日子同步去做的 但是它需要用户端去保证同一同一个数据的话 不会在两端同时写入 它之间的数据同步的话是通过 阿里内部研发的一个数据数据同步的一个链路去实现的 如果要解决一些环形复制的话 我们是需要加入一个GID的方式去解决一个环形的复制 目前在阿里云数据库上暂时单节点实力和分片集群的话 目前不支持这种多活的一个结构 但是那些副本级的MangoDB的话 是现在已经很好的支撑了这种一个双活的一个架构的 它主要是通过BS这个传输链路来实现数据的一个同步 BS的话主要分成三个模块 第一个就是中心控制的一个模块 它主要是负责一些调度跟监控相关的一些任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据采集的一个模块 它负责从两边的数据库里面拉起OPLOG的一些数据 然后发送到卡夫卡的一个通道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据回放的模块 数据回放的模块的意思就是说 我从数据库主实力那边拿到的日子的话 我是需要在我的目标实力里面做一个数据的重新写录的 前面也已经介绍了这么多款 银数据库到底应该怎么用 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很多的业务场景 是会需要多干种银数据库的时候 当这种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做一些设计呢 第五章我们就简单举几个那种综合型的一些数据库的解决方案 给大家参考一下 例如像我们有一些业务场景的话 其实是ORTP跟OIP的混合的一些业务场景 也就是说我有一些实时的交运类的一些业务场景 但在这些业务场景之上 我其实还需要一个实时分析类的一个业务场景 就比如说提供一些实时报表的一些展示 在像这一类的混合场景的话 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 MySQL数据库 然后MySQL数据库的话是可以通过DTS 将用于那些做报表分析 做实时分析的一些数据 实时的同步到HybridDB forMySQL里面去 然后HybridDB里面forMySQL 利用它的一个高容量 高并发高性能的一个特点的话 去做一个实时报表的一个分析 然后最后通过一个类似于 比如说像QuickBI的这种实时报表的一些工具 做一些实时报表的一些展示 而对于物联网这种整体业务架构非常复杂 实时性要求也非常高 然后数据量也非常大的这些场景的话 其实现在云上也有一整套综合性的一些解决方案 咱们从这个大图里面也就能看到 首先比如说我们也能够把一些实时类的像 比如说像交易类的红包类的这种 实时的交易类的一些业务数据的话 写到RDS关系进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通过一些数据同步的方式将更多的一些数据 写到类似于像HBase这种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HBase是可能够对接 也比如说那些OS S存储 Spark以及时序数据库 这整体的一个连接一个整体的一个相关的各类的一些组件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的话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掉 比如说物联网那些物联网那些业务场景下 存储需求特别大 实时性要求又非常高的一些业务场景 从而做一些更好的一些 比如说个性化的一些业务的推荐 以及各类的一些实时报表的一些分析 像比如现在一些 咱们市面上经常见到的那些娃娃机啊 车联网啊 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的话 很多都是使用这一套整体的解决方案去做的 和在金融行业的话 因为金融行业对于数据的一个可用性跟数据安全 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在风控场景下 其实为了做一个更好的风控模型的话 它需要的数据来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整体的数据量也是会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针对于这些金融行业封控云上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话 其实目前阿里云相关的产品也是可以做一整套的 例如像使用MySQL数据库 去存一些用户的一个基础信息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Unity Base的话 Unity Base可以去通过不同 整合不同数据人来的一些数据 构建一个完善的一个风控模型 去利用一个智能的一个风控算法 去打造一个整套的一个风控管理的平台 能够解决掉很多客户的风控模型里面 比如说数据量特别大 目前数据数据类型有各种各样 有结构化非结构化的这些各类的一些存储 存储数据的一些需求 HBase的话刚好就是采用这种稀疏存储的一个方式 能够支撑PPG以上的一些数据库的 然后也可以支持把那些一些历史的一些交易数据 去传输到HBase上去 用Phoenix加二级索引的方式 去支撑实时的一个ORTP的一些查询 然后能够支持更大并发量的一个实施数据的一个写路 而车联网云上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的话 他们的业务需求很多时候就是 同时写路的数据量会非常大 而且时间随着时间的积累的话 整体数据量存储会达到TB甚至PBG 也就是平均可能每天算下来都会有几百G的数据的一个写路 所有的数据其实也会分根据业务场景去分 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冷数据 有一些数据是热数据的 而目前的话 因为前面也提到过 现在目前阿里HBase是有一个冷热数据存储分离的一个特性的 用这个特性是能够很好的去解决掉 这个车联网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 车联网的数据通过实时的采集 从不同的终端将这些数据采集过来 通过一些中间键对这些数据做一个解析 把一些实时性交易类的一些数据写到MySQL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那种高并发的非结构化的一些数据 频繁的写入到HBase里面去 然后HBase可以将一些冷的一些数据 转储到OSS存储上去 然后结合Spark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实时分析 同而去满足毫秒级的一个响应 然后在社交领域最快的话 目前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那些像文章帖子内短信内的这些 这些非结构化的一些数据的话 我们是可以实时的通过写入到HBase上去 然后将一部分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一些数据的话 我们是可以用Redis去做一个缓存 便于使用者能够快速的去拿到他所想要查看的一些信息 而对于那种日常的一些聊天的那些内容的信息的话 我们也其实是可以用像MySQL这种关系型的数据库进行一定的存储 用UnityBase基于位置信息的一些查询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在社交领域做一些 比如说基于位置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推荐 然后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些快速的一些搜索 以及用户的一些画像的一些事情 最后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几个相关的案例吧 主要是帮大家了解一下 看一看目前阿里云数据库的用户 是怎么样去配合使用阿里云这些数据库产品的 以及使用这些产品之后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业务价值 首先我们看一个车联网行业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目前主要使用到的数据库就是像Redis数据库跟HBase数据库 它的业务逻辑的话首先是就车联网的那些实时的那些终端 会实时的上传一些数据报文 这些数据报文通过一些规则引擎解析成一些数据项 然后通过消息对列把这些数据项写入到Redis跟HBase数据库上去 然后Redis数据库的话主要是存那些比如说车辆实时状态的一些 查询的一些实时性的一些缓存的一些数据库 然后HBase的话是把那些车辆历史数据都往HBase上存 可以做一些基于历史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分析跟报表的一些展示 然后OSS存组的话主要是用来存储一些栽备的一些数据 用这套体系架构的话 首先解决了一个车联网那种实时尽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业务的诉求 而且解决了一个车联网数据存储量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一个痛点 第二个案例的话我们看一个金融行业的一个案例 金融行业这个行业其实在数据库层面上是有一定特殊性的 因为它对于数据的可用性跟安全以及数据的强一致性是有的非常高的一些要求的 所以在金融行业使用云数据库的时候 金融行业很多的实实在在的一些需求就是第一个 就是它希望是能够做到一个两地三中心的一个架构 也就是说它希望是有异地栽培的 第二个就是它能够实现故障的快速的恢复 不管是机房层面还是数据库实力层面 甚至地域性的层面发生一些故障的话 是能够很好的做一个数据库切换来接管业务的 数据同步到同步一份到一个异地的栽培实力里面去 从而完整的构建成一个两地三中心的 甚至N中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农灾的一个架构 然后第三个案例的话是客户怎么样用阿里云的Mongo数据库 解决了它一个地理信息服务存储的一个需求 客户这个在使用这个案例过程中 它更多的业务诉求是 首先它希望有更多的一个存储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需求 而且中国成本上是非常可靠的 系统的可用性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保证的 然后管理起来也非常的便捷 或者后续扩容的时候也能够非常的快速而灵活 那么云Mongo数据库刚好就是从各个点 很好的去解决了这些方面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像弹性方面 Mongo数据库集群的话是可以随时添加一些节点 去提供整个集群的一个服务能力的 而且在业务高峰期过了之后 用户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删除掉一些节点 从而去灵活的控制成本的 而且在快照方面的话 阿里内核是单独做了一个MongoDB的逻辑快照的一个能力的 它能够支持在数据大量写录的时候 也可以去通过快照的方式去查一些历史数据 然后从而保证那业务的各种不同业务场景下的一些查询的一些需求 也不需要客户再去部署一些容易的一些系统去去做这个事情 从而中国成本上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的 然后管理管理应为成本上来说 因为日常的那些Mongo数据库的日常管理的应为工作已经通过控制台的方式整体进行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实现 所以客户使用这套架构的话 管理应为成本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控制 第四个案例的话是一个使用PoloDB数据库的一个案例 它之所以选择使用PoloDB数据库的话 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PoloDB的海量数据存储的一个能力 因为客户考虑到后续随着业务的发展的话 可能传统的MySQL数据库那种支撑的容量会是有一定的瓶颈 后续还又会涉及到做一些分构分表那种复杂的一些操作 而PoloDB数据库的话存储层面上是能够自动扩容的 所以客户也就不用担心 它的数据增长会影响后面的一些数据库的一些重新架构 以及应用的一些改造 而且考虑到在数据安全可靠方面 高可用保障方面的话 PoloDB整体的一些架构也是非常的灵活的 很好的去满足这些业务需求的 另外的一点就是PoloDB的话 它是能够灵活的去增加一个止度实力 来支撑高并发场景下的一些高性能的 整体弹性上会比传统的MySoco数据库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 这些弹性的扩充对于客户的应用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透明的 客户不用修改任何的一些配置的话 可以很灵活的使用到这些PoloDB带来的一些高性能高容量的一些优势 感谢观看